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章的内容 绘声绘色 描述了三位奇葩的月嫂 晚上九点钟的时候 有一个自称是爱德国石总公司的男人 过来我们家楼下摁那个门铃 之后呢 我们 之后我老婆就叫了那个物业保安把他给赶走了嘛 之后这个人他又打电话给110 110就把他带上了我们家 之后他在就是在说是协调的时候 他说话语气其实态度也很不好的嘛 就是我要告你们的 之后你要敢把这件事情闹大怎么怎么样 爱德国石在杭州大厦有两个门店 刘先生签约的这个在杭州大厦必做六楼 门店的曹店长说爱德国石是上海一针母婴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作为门店只是负责跟客户签约 其他所有事宜都由上海总部来处理 曹店长透露上海总部再次来人了 应该再去往他家的路上 我又再去往我家的路上 那你说您出了这个事情我们肯定是要为您处理的 处理什么 不是 你们 我好好奇啊 你们可以就随便就直接就往我家去是吗 你们家处理问题都往顾客家了呗 就因为你们有顾客地址 这还不是为了您方便吗 为了我方便 把我老婆都吓成什么样了 刘先生的意思是妻子生完宝宝才两个月 身体还比较虚 不希望对方再次上门打扰 门店的曹店长把刘先生的意见 反映给总部之后表示 这事他拦不住 是因为就是月嫂可能这个内容写的也比较 月嫂也过去了 我相信你也看了那个 月嫂也过去了 对对对 因为什么 不是 他们也没有跟我约时间 之后就趁着我家 我家就没有男人在的时候就往我家跑 这是你们处理事情的态度吗 先生 不是 我现在老婆现在在家里 你们现在是几个人过去 你还告诉我 那你如果是这个态度 我也不能接受采访 刘先生家住杭州城西一个小区 上海总部负责人 带着月嫂赶到了楼下 被刘先生的朋友拦下了 降服派出所的民警也赶到了现场 那篇文章中说 第一位月嫂蒋阿姨不干活 玩手机偷懒 那篇文章还这样写道 蒋阿姨临走前跟我说了一句 说不定你啥时还得念起我的好来呢 嘴角挂着莫名诡异的笑容 结果一语成谶 第二个月嫂祝阿姨登场 祝阿姨说不能用吸奶器多吸奶 结果宝宝妈发烧了 得了乳腺炎 那您是第二位阿姨 我不是 第二位月嫂未来 第二位未来人 他是我们组长 我已经有乳腺炎严重了吗 不用说啥 对我要求证一下 他们二人得乳腺炎 跟你们第二位月嫂也没关系 乳腺炎这个问题对吧 我来说一下吧 乳腺炎这个问题 你可以请医生去产妇有乳腺炎 这很正常 是他不让吸奶倒知道的 文章笔墨最多的是描写第三位月嫂 说田阿姨老是跟朋友视频聊天 还装病主动提出走人 还提及到了田阿姨的一些情感纠葛 和个人隐私 说这些都是田阿姨自己偷录的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去见男友 但是她说她腰非常疼 在家里什么活都干不了了 然后我就不想跟她耗着 我想赶紧把这个事情给处理掉 然后她结果她走的时候 她在我们家吹了头发化了妆出去 她那个床是这么低的 我跟你说 跟宝妈按摩付出 跟孩子按摩付出 每天就这样蹲着 在房间里洗澡 一个大浴盆 然后一盆水 我一个人这样端 你说我的腰受得良吗 我是人 我不是机器 田阿姨说自己本身腰就不好 冬家又太挑剔 实在受不了了 文章里是这样描绘田阿姨离开时的情景的 第二天 田阿姨就走了 临走前还吹了头发 化了全妆 神采奕奕 满面春光 田阿姨说 因为那篇文章里 扯了一些不实的情感纠葛问题 家庭产生了矛盾 她的情绪一度失控 幸亏被同来的人拉住了 不管你发表的内容是真是假 但是有部分内容 放在公共的空间上是不合适的 我知道 你把它删掉好不好 好 我可以 然后呢 你这方面 如果你们这边 做的有什么不到位的 你是服务行业 高姿态一点 向顾客表示个歉意 然后咱们这个事情 就了了好吧 记者也在 我跟代表公司跟你道个歉 然后记者为什么用 用你们的话说道歉完了吗 那你看 你这样冰单上写 越少越少这样 你说删了 那就完了吗 所以大家 大家各退一步 那就不删了 对吗 那就不删了 咱们走法律程序吧 那你不删了 你就找他吧 什么你什么意思 来吧 哎呦 我这家不怕了 不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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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阿姨再度失控 用手抓住了刘先生的衣服脸子 被大伙拉开了 阿姨你别激动 你别激动 不是激动的问题 这不是激动的问题 我们会有很多证据 这人死了会负 这证据怎么样 我不管你怎么证据 那我的隐私 你应该曝光吗 我跟黄小学私聊一下 好吧 你们不要吵 上海总部 客诉部的刘经理 刘夏月嫂 跟刘先生夫妻俩 到家里私聊去了 希望双方这次能够 各退一步 达成亮剑 邮报 黄剑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